静默式散热让您的数据中心 游戏机、矿机更加高效节能、勇章科技 荣心地向您介绍一种全新的散热技术 静默式散热这种技术 已经在全球的数据中心得到了广泛应用 其效率和节能特性已经得到了众多客户的认可 传统的散热技术通常使用风扇或水冷系统来降温 但这些方法存在一定的限制 风扇需要耗费大量的电力来保持运转 同时还需要处理散热器中积累的尘埃和污垢 水冷系统虽然比风扇更节能 但其建造和维护成本很高 而且需要定期进行保养 静默式散热则是一种全新的方法 它可以将伺服器完全浸泡在不导电的一体中 通过一体的冷却来降低数据中心 游戏机、矿机的温度、电脑晶片 运作效能跟温度持续攀高 以示趋势显学 传统冷却在能源消耗 用水、房地产、碳足机等方面的成本居高不下 碰到高功率散热的门槛 静默式冷却将成为新世代散热的标杆 透过静默式冷却技术散热的数据中心 游戏机、矿机具有多种优势 包括可扩展性、速度更快、效能更高 为企业节省更多成本 并且总体上更加稳定可靠 静默式散热总结具有以下几个优点 一、高效 一体比空气传热更快 因此可以更快速地降低数据中心的温度 这样可以减少伺服器发生过热故障的风险 同时也可以提高伺服器的运转效率 与传统风冷需要将工作温度保持在35摄氏度以下 CPU才能有效发挥80%左右的性能相比 静默式冷却可以让伺服器在50摄氏度下运行 有效释放将近96%的CPU性能 二、节能 由于静默式散热可以直接降低数据中心游戏机 矿机的温度可以减少风扇和空调的使用 进而节省大量的电力 同时由于不需要冷却风扇和空调 数据中心游戏机矿机也可以在更小的空间中运行 三、易于维护 由于游戏机矿机是浸泡在一体中的 因此不会受到尘埃和污垢的影响 这样可以减少损坏和维护成本 永章科技协助您将近默式冷却 不输在您的IT策略中 它可以提高数据中心游戏机矿机的效率和节能性 同时也降低了维护成本 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有关近默式散热的资讯 请连上永章科技官方网站